以我們東港中旅灣第三期的這個個案來講的話 這個基地有600多坪的基地裡面 我們只規劃了9戶 目的就是為了要呈現這個建築的過程當中 能夠符合我們的這一種理念 有盛建設一直秉持著 不一定要做最大 但是一定要做最好的經營理念 來規劃我們的每一個案子 我們會以這個科技人性百年建築的理念 來作為我們的規劃藍圖 那我們以這個個案來講的話 我們秉持著過去公司這一路走來的 那種峇里島的休閒風 那在這個東港南台灣的這個鄉村都市裡面 其實東港基本上是算是生活條件比較好的 我們設計規劃上就會採用 斜屋頂 棕櫚樹 雞蛋花的這種所謂的南洋熱帶的風情 為我們的主要的建築規劃 所以我們會有斜瓦 我們會有這個植栽綠化 讓整個家的氛圍 他除了回到家是一個休息的地方以外 他還是一個心靈洗滌的地方 有盛建設一開始在規劃的時候 就是要想說如何提供我們的父母親 一個最舒服的住家空間 所以我們會有考慮到他的行動的問題 我們會把我們的門特別加大 我們會把我們的窗戶特別加大 我們會有景觀窗 讓我們的爸媽媽媽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他覺得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還有替這個男主人考慮到說 如果你的朋友來了 我們不是只有客廳的第一個休閒空間 我們還有第二個休閒空間 這個一樓戶外的這個休閒泡茶區 那這休閒泡茶區 可以讓我們的客戶 當你在接待你的朋友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到說 我們的女主人 他可能談的話題跟男主人會不同 所以我們又創造了第二個 第三個休閒空間 所以我們從一進來的那一刻開始 就讓他可以感受到 有些人建設在每一個細節上的堅持 那堅持其實是一件很漫長的路 有些人建設這一路走來 除了以不一定要做最大 但一定要做最好的經營理念以外 其實我們是一步一步的在實踐裡落實 在對客戶的訴求上 我們會告訴客戶說 我們的房子的外觀是不可以改的 實在是不可以變動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這個房子跟這棵樹 它會成為一個生命的共同體 讓消費者知道說 你在買房子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買到我們的房子 可是你一定要買到對的房子 你要知道怎麼買房子 你才不會後悔 或者如果你買到一間後悔的房子 你可能還要再重新辛苦十年二十年 才可以重新再來 所以在教育消費者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告訴消費者說 從基礎結構每一個建材 每一個細節裡面 讓他都非常的清楚知道說 你應該要怎麼挑 怎麼選 才是你心目中最理想的房子